響御國際擁有國樂最傑出契樂演奏家之一 以及第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樂演奏家等美誼的琵琶大師吳瞞 即興演出改編源自唐朝音階的琵琶獨奏曲 展現無與倫比的演奏實力 台北勢力國樂團2023-24新樂季 開啟音樂會樂極致 由北市國首席指揮張宇安 攜手琵琶大師吳瞞 帶來重磅演出 為新樂技揭開精彩序幕 首先是一個大曲子 協奏曲 趙基平老師的第二琵琶協奏曲 跟樂團的大樂隊是一個國樂版 而且這個是趙基平老師特別為我寫的 所以用的是我的家鄉的曲調 江蘇 蘇州 浙江平坦音樂 所以這個是國樂版 那麼也是在台北是第一次首演 那還有一個就是比較特殊的我帶來的是敦煌的琵琶鼓譜 我準備敦煌琵琶鼓譜有25首 那麼我其中選其中的4首 那是純的琵琶獨奏 所以我想以這樣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今年的曲目 尤其是我們這場9月9號的音樂會的曲目 有很多是跟中亞 跟絲綢之路 跟唐朝 就是說很有意思很有特點 就是很不一樣和我們通常聽到的那些作品 非常的不一樣 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主題 都有一些景色在裡面 比如第二期琵琶協奏曲是一個江南的景色 那還有一些是絲綢之路 新疆區域的那種景色 所以我覺得色彩上面這次的曲目安排的特別的好 讓觀眾能夠體驗到走出這個 讓觀眾想像可以走到很遠 走到很多地方 而且樂隊的組合也是非常不一樣 有的是非常多的吹打 但有的是很多的弦樂 像這個琵琶第二琵琶協奏曲是彈播樂器 那麼中軟的那個也是彈播 而且都兩種彈播樂器 兩種古老的彈播樂器 怎麼樣讓大家來認識 安排就是各式各樣的曲目 各式各樣不管是音樂的內容 或是合作的作曲家演奏家上面 其實我覺得在全世界的國樂團上來講 台北施力國樂團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 它受到的干擾 就是我們的包容性其實是受到干擾最少 然後包容性是最大的 所以在我們的樂器裡面可以看到說 各式各樣的節目 竟然都可以出現在這樣的樂器裡面 那我覺得這是很值得驕傲的堅持 國樂團的特色就是每一個人是很好的合作音樂家 但同時他們也必須要是很好的獨奏音樂家 因為國樂器這個樂器呢 東方的樂器相較於西方現在交響樂團的樂器 其實是講究特色 講究特性比講究共性還更多 所以他們既要能夠合 但也要能夠就是獨立出來 所以在這個綜觀整個樂器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我們 樂團的音樂家自己被挑出來 站到台前獨奏 那他們我期待他們能夠成為樂團的明星 然後什麼的特色 那將來他們能夠讓我們輸出到就是國外的樂團去的時候 他們也能夠成為北市國代表 成為台北代表 成為台灣的代表 為期十個月的新月季將延續去年推出的精彩TCO 溫馨飛魔力以及傳譯五兵分三大系列演出活動 共計48套54場次節目 場場精彩不容錯過 在國外團是我們台灣 應該是首席的國樂團 那也帶領了整個的風向 那我們就像我們剛剛在講的 我們蘇星老師也來幫我們做了很多作曲 那所以我們在明年 我們也都會去再做作曲大賽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希望 四國能夠帶動整個國樂的一個風潮跟風向 那不管在創新跟傳統上 都能夠達到一個最好的一個均衡發展 那包括我們除了在台灣這邊 像我們今年也會到馬祖去做一個巡演 那我想不管是在偏鄉 不管是在多位區 我們都希望說這個聲音跟 成就都能夠去一個最好的傳播 隨著全球藝文產業在藝後展現往日繁盛景象 北市國表示 新樂技也將邀請多位國際知名音樂家參與 呈現極致繽紛的台北之聲 敬請願迷期待 記者離席會議台北報導 iscillagie大儀 最 nog 9 10 9 10 해 6 aha